肖战新年开工晒照片 手提红色灯笼喜气洋洋 男神范十足 新的一年带来新的开始和新的生命 许多富有创造力的人在新的一年开始时 对他们的职业抱有雄心勃勃地报复 并在全年继续追求这些计划 近日 杨子宋祖儿分享了一组经验的跨年照 迅速在网上疯传 那么有颜值高 身材好演技十足的杨子 也是为大家增添了不少快乐的气氛 毕竟作为一个一人小猴子 是大家喜欢的艺人之一 杨子穿着一件白色的羽绒服 显得干净利落 落落大方 按照中国的文化习俗 比较重视传统的节日 所以杨子不仅在春王舞台上出演了一个小品 而且还完美亮相 对网友给予高度重视 网友觉得作为一个艺人 杨子有很高素质 以及高超的修养 也让他迎来了自己事业爆发了 那么另外一个艺人肖战也是如此 月28日 肖战工作室晒出一组开工随拍 肖战一身休闲装帅气十足 手提红色灯笼 和背景的对联相呼应 喜气洋洋 画面中 他穿着一件黑白相间的毛衣 搭配着一件蓝色牛仔裤 可以说这次不是作为艺人的肖战 第一次以半年的身份出镜了 其实作为一个人 一个艺人肖战是大家稀罕的一个男神之一 他已经出道了多年 并且出演到了多部影视剧 其中每一部都是经典的电视剧 包括电影诸仙 捉妖记 素人特工 电视剧包括斗破仓穹 我的皇帝陛下 陈情令 庆余年 玉谷瑶 斗罗大陆 王牌部队 骄阳伴我 梦中的那片海 余生 他还参与多个综艺节目 而且以很好的状态出镜 天天向上 快本 为你读诗 王牌对王牌 燃烧吧 少年 星推荐 明星大侦探 奇妙之旅 东梦之约等 此外还出了多个专辑 岁岁平安 光点 我们都是追梦人 我们曾经在一起 我们都将奔赴未来 当然任何一个人 艺人都有自己事业起起落落 肖战也是毫不例外 在几年前的时候 因为一些黑粉的无理取闹 给他带来了不小伤害 直到完全摆脱了那种低迷的状态 摆脱了人生低谷 让事业迈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网友祝愿肖战事业发展 越来越好 希望他邂逅到 到属于自己爱情 最终喜结良缘 你们觉得呢